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 《慈音观灵法师的大师之菩萨念佛原通章》的书和抄 我们的书已经给大家一起过了一遍了 下面我们已经进入到抄的部分 我们上一讲 我们学到了三身 就是法身 报身和化身 那么这三身有三土 一共加起来是六贯 三身三土 那么法身呢 这个念法性身土 我们从这开始 念法性身土 为法身一正 法性身和法性土是法身的一正 念报身 花葬等差为一 石身向海等为正 那么法身我们说了 我们说了 报身说了念余 就是念其他的身 其他的身就是化身 念余 净土水鸟树林 为化身 念余 这个余身就是化身 念余 念余身的时候 就念化身的时候 什么是他的医正呢 什么是他的医报呢 净土水鸟树林 是化身的医报 三十二项等为化身的正报 为化身正 就是化身的正报 是三十二项 他下面解释了 什么叫石身呢 就是报身的石身 就是出自华言 石身者呢 为念愿 为念 愿 至 法 力持 一生 化 威士 及菩提 福德 向好 庄严身 这是报身的正报 如是重重 如是重重 成地网境 则入 则入 谱贤念佛法门 念石身 报身佛 就入了谱贤念佛法门 谱贤的念佛法门 就是念石身 就这意思 那么 详在第六十二 他下面抄就继续解释了 详在第六十二卷 详细的阐述在华言经的第六十二卷 谱贤念佛法门 念佛之门 念石身 报身佛 怎么就成了重重地网境 详细的阐述在华言经的第六十二卷 那么他下面就解释了 我们在书当中 这个慈云贯定法师提出了念佛 有两种的方法 第一个叫行步 第二个叫圆荣 行步他就开始解释 什么叫行步念佛 什么叫圆荣念佛 那么他解释 行步 见次也 见见的 依照次第的念佛 比如说先念化身佛 再念报身佛 再念法身佛 这是从世上念 那么是叫世次第 礼次第先念空 后念不空 再念空和不空 这从礼上念 叫礼次第 他要解释这桩事情 行步见次也 所谓行步就是逐渐的按着次第的念 圆荣一念也 圆荣就是一念当中 没有见次 没有行步 一念就圆满 一念就全念了 那么利根 他接着说利根 聪明利智 利根呢 跟比较利的人 则圆荣 就用圆荣的方法来念 夏淤呢 比较淤痴的人 根没有那么利 则见次 一般通常采用见次念佛的这种方式 你比如说你下个人根本不懂什么理念 不懂什么心就是佛 佛就是心这些理 那你怎么办呢 那咱只能念从事上面 事上念还是从简单的事 看得见摸得着了三十二项化身佛念起 随着念佛的功夫深慢慢从化身佛 化身佛就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佛的三十二项 我们也有眼睛 他也有眼睛 我们有手 他也有手 我们有眉毛 他也有眉毛 这个比较好理解 从化身佛慢慢再深入进去念 报身佛 报身佛就不是我们的境界了 就是起心论上说的 这个身有无量色 色有无量像 像有无量好 我们怎么会想到无量的像 无量的色 无量的好呢 我们眉毛就是眉毛 就是一个像 你说他好吧 最多也就三四项 这个眉毛像柳列眉 黑黑的眉毛 这个浓浓的眉毛 也就这么点像 也就这么点好 身有无量色 色有无量像 像有无量好 这就是报身 所以下佛的人见此念 那会不会我们见此的下余 见此的念 从化身佛能念到报身佛 能念到法身佛呢 按照次第 按照行步 是可以从浅入到身的 是可以念成的 那么中根 它也不是立根 也不是下余 那么中根则不定 不一定了 你也可以原容的念 你也可以刺行步的念 都可以 就不一定了 又或立根先理后事 也有些人 也有这种情况 就是说立根的人先理念 理上搞明白了 我的心就是佛 我念心就是念佛 那么我心即佛 所以我心想佛时 我的心就成佛 这是理念 那么先理后事 那么顿根人呢 一般是先是后理 先是事念 后是理念 皆随即便 都是随着大家的根气的方便 根基 根基就是众生的根基 众生的对众生基就行 你是什么样的根基的人 你就采用什么样一种方法 这是不可直定一种方法 不用执着 无一定向 没有一个必须要怎么样 必须不怎么样 没有这样一个一定的一种规定 一种状态 一种念的状态 那么这个抄往下边又解释了 刚才你看 我们解释了刑部跟袁荣 抄又解释了书 抄又解释了书中提出的刑部的概念 袁荣的概念 那么下面抄又要再解释 书当中的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理念当中 他提出了先空不空 后空不空 这叫理次第 我们说有世次第 就是化身 报身 法身 理次第念佛 先念空佛 后念不空佛 再念空和不空 圆融的佛 他就解释了 先空等着 等什么叫先空的等 等什么呢 先空不空 不空不空等这二 叫先空等着 他就解释了 且曰当部四卷 三如来藏新名 它是根据本部的第四卷来阐述的 三如来藏新名 就是它是先空不空 空和不空 这是怎么提出来的呢 就是根据本部经的第四卷 本部四卷 指的是这个乐园经的第四卷 若对所念理中 如果我们就针对理念 用理 在理当中在念佛这种情况 那么法界应云 先无为理法界佛 次有为世法界佛 后理世无障碍法界佛 那么我们说 理念 理念就是说 从道理上念佛 我们的心就是佛 这是个理 心是理 佛是事 那么佛这个事 是由心这个理所产生的 理由事显 心由佛显 要不然你怎么能看到心呢 有了佛 我就知道我有心 没心成不了佛 你看 佛由心显 理事由理显 那么事由理成 这个事情之所以能成是因为有这个理 这个理之所以能显是因为有这个事 所以法界就是理 法界我们可以说什么叫法界呢 界就是源泉的意思 法呢 那就是我们看到了现前的简单的说百法 更简单的说叫五蕴法 或者叫百戒千如 百戒千如展开了说就百戒千如 这都叫法 这个法从哪一个源泉产生的呢 那个源泉我们就叫做法界 因为这个界产生这些法 那我们知道什么是法界呢 真如 真如是法界 实相是法界 一真是法界 那么所以理呢 这是理儿 所有的法都从这产生 这不是这个理吗 我们不讨论所产生的事 我们说这个理 这个法是怎么出来的呢 是从法界出来的 所以法界就是理 所以若对所念理中 如果我们对在理念佛的时候 我们念法界 那么法界应允 如果说我们要念法界佛 那我们应该先是念理法界佛 对不对 你不是念理吗 那你先要把理弄明白 什么是法界的理 什么是佛的理 佛产生的道理在哪里 你是不是先得念 先把理搞明白 那么所以先无为理法界佛 这提出来了 所以我们应该先念什么呢 理法界佛 这个理法界是无为的 无为相对于有为 有为就是有造作 起心动念叫有为 起心动念产生的法叫有为法 那么这个理呢 是不生不灭 是没有生灭现象的这个理 所以它叫无为 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生住一灭 不生不灭 所以这个理是不生不灭的 所以我们管这个理啊 也称为一个法 叫什么法呢 无为法 这无为法是相当于有为法说的 因为我们发现了很多法都是有为而产生的 那么产生这有为法的这个理是无为的 是不起心不动念 不生不灭 不苟不静 不别不义 所以是无为法界 我们先要念这个无为法界 无为理法界佛 那就是要先念一真佛 一真法界 那么这个理法界的佛 就空了 因为为什么说理法界就是先念空呢 因为理法界无相 非有相非无相 非又有又无相 非非有非无相 非一相非意相 非又一又意相 非非一非非意相 那什么相都没有 以重 就是说 就按照起心论来讲 这个真如不是有无相 没有一意相 以众生望分别心 所不能处 故立为空 为什么管真如叫空啊 真如不是不空吗 实实在在 它有啊 具备无量无边的功德呀 它怎么是德能 它怎么是空的呢 它所说的空 是因为我们的念头 接触不到它 我们的六根 接触不到它 以众生望分别心 所不能处 故立为空 所以我们把真空 叫做空 先念这 念什么 念我们所有的六根都 接触不到它 就是要放下所有的妄念 妄念一进 你就看到真空了 你就看到真如了 你只要有妄念 你就看不到真空 所以先要念空 那么 所以说 他说 所以 法界应云 如果是念法界佛 应该先说 念无为离法界佛 那无为离法界就是空 就是完全纯的真如这一遍 离法界佛 次 接下来 有为是法界佛 有为的是法界佛 那就不空了 那你和活灵活现的一群佛佛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报身佛 失身 那都是 那都是 有为的 怎么有为啊 有因有果 都是造作出来的 心 是心 做佛 做出来的 做不就是有为吗 有所作为吗 那么再往下来 就有为的 就一个一个的 具体的 是法界佛了 像阿弥陀佛 毕露 惹那佛 像这些佛菩萨们 就不空了 这些从事上讲 这些佛怎么能空得了呢 释放诸佛 无两无边 那么 次 我们接下来念 有为的 是法界佛 那么 离是一法 在离这边 是有界限的 事情呢 是一个界域 是一个范围 是有边界的 叫是界 叫做是法界 离法界 我们念离法界的佛 离法界佛是空的 我们念是法界的佛 栩栩如生 所以法界 它还有一个概念 就是分类 界就是界别 分类 我们讲 我们念礼佛 那是 那是佛的一类 是礼佛 所以我们叫 离法界佛 我们念是 是佛 是佛也是一个分类 只要叫类 就要界 就念 是法界佛 念是佛 法界就是分类的意思 在这 所以念是法界佛 就不空了 非常具体了 三身 十身 就非常具体了 再往后 我们是境界越来越高 理解的越来越深 越来越圆满 我们发现什么呢 理事是不二的 理事是易如的 后边再接 你要认识到这种程度了 后边 理事无障碍法界佛 那么还有一类佛 还有一个界别的佛 还有一群佛 这一群佛叫做理事无障碍法界佛 理事无碍了 那就是理空 事不空 空和不空 念到这个词地了 最后一次 最后这个阶段 空和不空的 什么呢 圆容 理事不二 空和不空圆容 那这就是深了 理搞明白了 事念得很分明 同时还知道 事和理是一不十二 空和不空 这一个佛 他又是空的 又是不空的 圆容在一起 不可思议 你叫空就是空吗 要不空就是不空吗 怎么空和不空在一起呢 就到了不可思议的境界 这叫 这就一般我们讲 天台三观 一心三观当中的中观 你说的空也行 你说的不空也行 空和不空是一 咱不好理解 空就是空 不空就是不空 这明明是二 他就是一 那就叫 理事无障碍法界佛 这个超当中的 书当中说了 理念的次第 先念空佛 再念不空佛 再念空和不空佛 讲的就这桩事情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以 他下面解释 以法界 如来藏 同一心 那你看这句话几个字 但实际上是非常深 因为什么呢 因为法界就是理 如来藏呢 就是事 这个是理和事呢 同一心 所以他们没有妨碍 一心他哪有妨碍呀 那你要说我念理法界佛吧 我要念理佛吧 你就强调的是法界这一边 这个法界叫真如 你看起心人说 我们心有两个门 一个叫真如门 一个叫生灭门 真如门就是我们这说的法界 一心啊 两个门 互相依存 生灭门依靠真如门 真如门依靠生灭门 一颗心有两颗门 有两个门 那么真如门 就叫我们这说的法界 生灭门就叫如来藏 那么离法界 就真如这边不变 无为 没有形象 而生灭那边 那这个非常灿烂 五光十色 这个宛然 事情上那是 那是什么样的事都有 什么样的事情都能产生 这是如来藏 那么法界叫不变 不变的法界 虽然它不变 但是它随缘 随缘它变成了什么了呢 就走到生灭门了 走到生灭门的时候 我们这个法界给它个名字吧 不变的真如 但是虽然不变 但是它随缘 随缘以后的真如就进入到生灭这个领域里边了 进入到生灭领域里边这个真如 我们就不能再叫它真如了 我们给它一个生灭的名字 叫如来藏 所以真如如来藏 这个时候的如来藏 就是真如不变的真如 随了缘来到了生灭这个领域 我们管它叫如来藏 虽然如来藏随缘产生了 真如随缘产生了如来藏 如来藏随缘的如来藏 这个随缘而产生的如来藏 还是不变 还是真如 所以不变不妨碍随缘 随缘呢还是那个不变 你要说不变它空的 你要说随缘它是不空的 空和不空是异性 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你念理法界佛也好 你念事法界佛也好 你念理和事合在一起的法界佛也好 你爱怎么念怎么念 就是这一心 没有妨碍 都对 理法界是心有真如性 你念理法界没错 那这个真如不变的真如 又随缘又产生了生灭法界 生灭法界你念生灭的佛也对 那两个一起念 两个一起念也对 和一心三观 观观都对 你说这个水是湿的 没错 对吧 你说这水有容相 没错 你说这水还有湿用 润用 没错 都对 三件事 那不就一个水怎么有三件事 反而如是 那不就一颗心 怎么又是理又是事 又是理和事 又融在一起 本来就这样 一心就有三观 空观 假观 中观 在这说的空不空 空不空 空和不空在一起 中观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一颗心有真如性 有生灭性 这两重性柔和在一起 产生着一心 就造成了今天这种局面 那就对我们太大的鼓励了 对不对 这心有生灭性 它能生一切法 所以心 是心做佛 这个心 能产生佛 佛生 众生灭 这不就生灭吗 佛生起来了 众生灭掉了 烦恼灭掉了 菩提生起来了 这都在生灭当中讨论 你没有生灭 咱们怎么变成佛呀 怎么从凡夫 转烦恼成菩提 转生死成涅槃 这不都是生灭现象吗 我们之所以敢这么大胆的说 我能变成佛 我能把烦恼转成菩提 就是因为我们心有生灭性 就是不空 实实在在的 真能变 真能把目前的凡夫变成了佛 你虽然变成佛 你虽然处在凡夫的状态 我跟您说 您的真如心 您这颗心一点都没变 不会因为你佛就增 不会因为你是众生就减 不会因为你佛是就静 不会因为你是众生 它就脏 不苟不静 那就这个意思 那心就是两重心 你念哪个都行 哪个都对 没有水不湿 没有水没有润用 没有一个有润用的水 这个水的润用 而不包括水 不包括湿的 体相用 有体一定有相用 有相一定有体用 有用一定有体相 体就是离 相和用就是事 所以我们的 我们这个心的现象 我们心的作用 是在心的生灭这一边讨论的 我们心的体 是在心的真如这一边讨论的 两门它又分工不同 各司其直 如果没有心的生灭 我们就见不到心的相和心的用 如果没有心的真如 我们这个就是成了无本之木 无翼之鸟 没有翅膀的鸟 没有树根的木 也不成立 这是一种相互一层的关系 所以为什么有理念 为什么有事念 为什么有理事圆融的念 就是因为以法界如来藏 同一心果 真如生灭同一心果 生灭就产生了事 真如就是理 一颗心 我们只要众生有这颗心 你就具备理念的条件 你也具备识念的条件 你怎么念都好 上根呢 你就偏重于理念 下根呢 你就偏重于识念 都对 都是这颗心在产生作用 都没出这一心 你就放心吧 你不要因为说 你看我这立根 我这牛 我能理念 理念你也在这颗心里 你说你也不要自卑 说你看我下瘀 我也不懂什么叫理 什么叫事 我也不懂什么是心是佛 是心作佛 我就是要念 我那个西方极乐世界 十万亿佛窝土 那个阿弥陀佛 我这怎么样 没问题 因为那个事也是你心 你一点不比别人差 这个房间就两个门 你从事这个门进来 恭喜你 也进这房间了 跟那个从理那个门进来的 没有什么好坏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所以 不要上漫 我理很通 我理念 你也不要自卑 说你看我这愚痴 我就知道念三十二相 我就知道阿弥陀佛 身金色 相好光明五等轮 百毫万转五虚女 干目澄清四大海 你说这东西 你看我怎么这么 层次这么低 就老念这具体的事 不低 如来藏 如来藏在你心里头 这真有 理念你也别骄傲 事念也别自卑 都是疑心 往左 左右延延 往左呢就偏离于理 往右呢就偏于是 左右延延 一颗心只不过分左右而已 往左边点就叫理念 往右边点就叫世念 左右延延 不过只是分左右 左右 没左有右嘛 没右有左嘛 所以右和左是相待而成立的 既然相待 就没有自信 所以就无所谓左和右 它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左是依靠右而成立的 右是依靠左而显出来的 那你既然依靠别人才产生 因为有了别人才有你 你有自体吗 你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 所以理念也罢 事念也罢 其实理和事是相互的 是左右的关系 按道理说 那理完全离不开事 事也就完全离不开理 既然理离不开事 那理有个性 有独自的吗 有自体吗 有自信吗 没自信 既然事离不开理 那事有自信吗 事也没自信 理上没自信 那理上连自信都没有 理上能说有人有法吗 人空法空 那事依靠理而成 事情自己本身就依靠理 没有理 根本连事都没有 那事根本就没有独立的自信 那事上有人有法吗 人也空 法也空 所以无我如来藏 人无我 法无我 这是如来藏特性 叫无我如来藏 因为事都变成了理 理都变成了事 事是由理成 所以这两边 两边不靠 就和咱们打麻将 所以理当中没有人我 没有法我 事当中也没有人我 也没有法我 我就是自主主宰 不依靠别人 事说对不起 忍我 罚我 我这没您 因为什么呢 我都靠理才成立的 我不可能有个做主的我 我自己都做不了 我自己都做不了 我没这个理 我根本成不了 您别在我这找忍我和罚我 那李那边说了 您也别在我这找忍我 罚我 我都得靠事情才存在 我都跑到市里边去了 不变的都随了缘了 所以不变当中 没有忍我 没有罚我 那个事说 我虽然是有一个一件一件的事 但是我都是由那个理来成的 没那个理就根本就没我 我自己 泥菩萨过河 自身都难保 我自己都找不到 我自己 您在我这找忍我 找罚我 您也死了一份心吧 所以事当中 也没有忍我 罚我 既然没有忍我 没有罚我 我们就破了二指 二种邪剑 忍我剑 罚我剑 忍我剑 罚我剑 忍我剑破了 六道就没你的事了 罚我剑破了 三 你就进入到 法身大事了 对人的剑丝产生六道 对法的剑丝产生三种 四圣法界 十法界 六加四就这么产生了 对忍我剑的剑丝 对忍我的剑丝放下了 六道没了 对法我的剑丝放下了 四圣没了 成佛了 实法界消亡了 那么忍我 法我怎么产生了 就是这个根本无名 原始驻地无名 一念无名一起 实法界就来了 所以我们知道 通过这个理念事念 理事原容的念 我们发现实际上什么呀 理依靠事 事依靠理 他们互相依存 互相依存就没有自信 就没有个体 就没有一个独立的左 也没有一个独立的右 没有一个独立于世外的理 也没有一个独立于理外的事 自己都不独立 怎么能在这里边找到我的主宰呢 所以我们通过学习慈云观顶 法师的这个理念事念 理事原容的念 我们慢慢就能品到 真的我 真的我 他下面就解释了 问下 这个又开始问了 这个抄当中就问了 问什么呢 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 在抄当中 在书当中 第一个问 若心外有佛何种理念 如果心外边有佛 对不对 有个具体的事情的佛 我干嘛要理念呢 设心外无佛 毋庸视为 如果外边没有佛心外边 我干嘛要念世上的佛 他问了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抄就继续解释这个问题 他说问下 在这个问下边 第一个问题 问下就开始解答问题 叫通访 我把你的访难 你提的这个难题 我给你通一通 我让你通吧 我让你明了 我给你通就是解释 访就是难题 解释难题 解释什么难题呢 第一个问题 就是好像说两种念中 你看他说了 又是识念又是理念 不是 又是这个心和佛 这是两件事 那么理念 这个试念 这两种念中 出示二种念中 就第一个问题就要解释 这两种念中 试念和理念当中 随用一种 哪一种不都行吗 不许兼具 我不一定非礼 要不然我念是佛 要不然我就念礼佛 不就完了吗 不需要两个都念 两者择一就行了 我觉得没必要两个都念 他要解释这个问题 其实这两个哪有二 就是一心的 你念一就是念二 念二就是念一 他就这个意思 不许兼具难 他就有些人说 那我就念是佛 那他说我就念礼佛 好像把事和理分成两件事一样 两桩事情 实际上他就解释 他说你呀 你那个佛就是你的心 你的心就是那佛 你念那个心就是念那个事上的佛 你念的事上的佛就是念你的心 你觉得你好像分开了 实际上 你还是在一起念 第一个问题就解释 第一个问题问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问题问的是 若心外有佛 何种理念 如果我心外没有佛 我干嘛要理念 我干嘛念我这颗心呢 我就念我心外的佛 不就完了吗 设心外无佛 如果我心外没有佛 毋庸事为 我心外没有佛 我就是一颗心 我干嘛要念我心外的事呢 我就念我这颗心 不就完了 他把这个事佛 把这个事跟这个理对立起来了 二者必须择一 随用一种不必 不须兼具 不应该兼具 这个难题是提在这点上 那么下边解释了 他就解释了这个第一个难题 第二个难题呢 在这个书当中提出第二个难题 他说啊 他就答完 答完我们就不说了 第二个问题说 若如果集心是佛 如果这个集佛是心 如果就这个佛就是我的心 那么就只应念心就完了 何必念佛 如果又集心是佛 如果我的心就是佛 我就只应念佛 何必念心 他把佛 刚才我们说理念试念 他混淆了 要不然我理念 要不然我试念 二者必须择一 不必兼具 下边他把心和佛又混在一起 我你要不然念心 我要不然念佛 我干嘛 我两个我要一起念 你看他就 他就说次是 下边第二个问题解释什么呢 心佛集中 就是心就是佛 佛就是心 这个两个当中 随念一计 随念一个 就可以了 排斥另外一个 要不然念心 要不然念佛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要不然念理 要不然理念 要不然事念 这第二个又来了 要不然念佛 要不然念心 随念一个就行了 不必什么呢 不必并区 不必两个同时心佛一块念 所以这第二个问题就心和佛的差别来讨论 第一个问题就理念和事念来讨论 第二个问题就心和佛来讨论 这个解释我们在讲书的时候都解释了 那么第三个问题 在书当中提出了第三个问题 这个第三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第三个问题问得也很好 他说问哪 就一针法界 你看一针法界体无二相 没有两个相 不就一吗 怎么会存在内外内和外 内在的心外在的佛 就一相 怎么会有内外两相呢 一相尚且没有 真如非一 何存二相 怎么会有两相呢 体无二相 何存内外心佛念言 那怎么会存在 会成立 你这个说法不成立 对吧 内外心佛 这个念头呢 你这个念头不应该产生 那这个一针法界 一针法界没有内外 一针法界没有二法心和佛 你怎么会有这样一种 这种现象产生呢 第三个问题就是要解释什么呢 三是 集心集佛 乘心佛两存难 他这个难题难在难地 心跟佛这两个不能同时存在 因为他是一针法界 他就这个事发难 第三个问题就解释这个 一针法界 体无二相 怎么会存在心佛这两念呢 所以成心佛两存难 他这个难难在这一点上 第一个难在理念事念 第二个难你 他在难为你 难为你什么 难为你心和佛 要不然心念 要不然念心 要不然念佛 第一个是要不然念离 要不然念事 第二个是要不然念心 要不然念佛 第三个他干脆就来了 这两个都应该是一 心和佛都不应该存在 这三个问题 在书当中都进行了回答 他在这儿再进行梳理一下 指出来他的本意 这个难题的本意 他把理念跟事念对立了 把心和佛对立了 最后他干脆说 心和佛都不应该存在 那么他就提到这儿就结束了 我们再回去看书的时候 就清楚了 哦 他问你这三个层次的问题 一个就理和念和事念 发难 第二个就念心念佛 发难 第三个心佛不能两存 他发难 那么再往下 他就说 定中见者 这个超说了 定中见者什么意思呢 就是还是在回到 我们还是回到书当中 书当中 那么就说 你看 他就说了 那么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对不对 现前当中 那么他就解释 现前见佛 分成两种 一种呢 于定中见 一种呢 或于梦中见 就现在我活着呢 现阴 我的现代的五蕴身体 五蕴身没坏 我没坏的时候 我就是现在嘛 这当下呢 我见佛有两种见 一种呢 在定中见 一种呢 是在梦中见 那定中见是怎么回事呢 他就解释了 他说 他说什么呢 定中见者 华言四十六云 华言经第四十六品说了 他引经来做证明 来解释 若有众生 专心意念 这都是华言经的经文 啊 若有众生 专心意念 则佛献其前等 那么佛就献在你的前面 华言经第四十六 当中有这句话 那么 六十二又 华言经 六十二云 祝自在心念佛门 随自心要献其相顾 祝一切静念 祝一切静念佛门 朴于诸静 见佛献故 你看 这华言经六十二说得真好 如果你祝在自心的 祝自在心念佛法门 你祝 你这个念佛这个门 你用这样一种方法 祝自在心 这个念佛这个法门 随自心要 随你自心的要 要就是乐 这个要 快乐的乐 它有一个声音叫要 这个要呢 我们在前面跟大家 这个汇报过 查了之前 这个要第一 有喜欢的意思 第二 有个欲望的意思 想得到的意思 所以它叫要 那么随自心要 随你自心的这个高兴 随你的欲望 那么献其相顾 佛随着你的心 来献他的相 所以它就证明了 你不是说在定中见吗 我定中能见到佛吗 他说你看看华言怎么说的 华言四十六说了 若有众生 专心意念 则佛献起钱 你信不信 佛说的 不是我慈云观景说的 对吧 不是大师智菩萨说的 大师智菩萨说的是 献钱当来必定见佛 大师智菩萨在愣言会上 说了这个 那华言经是佛说的 释迦牟尼佛说的 四十六当中 说过这句话 那六十二当中 又说了 这住停住在 就使用自在心念佛这个法门 随自心要 献其向佛 随着你自心的 所喜欢的 欲望现象 那么住 使用一切静念佛门 一切静况 我见谁 我都认为是阿弥陀佛 见一切人都此仆佛 唯我一人时时凡复 住一切静 就利用一切静 静况来念佛 我见谁 我看的是阿弥陀佛 山水 山河大地 云云众生 我看的都是一切静 一切静我都念佛 怎么着 普于诸静 普遍的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 任何一个外在的一种 静况当中 见佛骨 都能见 见山 山是佛 见水 水是佛 这是华言经62说 所以 那么 你就放心吧 定中见 你真念到这种 念到 你要用这个念佛三昧 住自在心念佛门 用这种念佛法门 那你随自心要 献其向佛 随着你自心的欲望 你想见什么佛 见什么佛 主动性很强 如果你是用一切静念佛门 一切境界当中 我都念佛 我把一切境界全看成佛 你见什么佛 普遍诸静 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 无论是地水火风 无论是见闻觉知 无论是虚空 是色是空 你都能见到佛 这种情况 这是华严经 第六十二说的 他讲了华严 他现在又举经 讲这个定中见 愣且云 愣且经怎么说呢 诸佛有二加持 诸佛就很多 每一尊佛了 每一尊佛有两种加持 对我们 对念佛人 有两种加持 为 哪两种啊 就说的是 令入三昧 令入三昧 现身灌顶 让你进入到三昧 我现身 现身干什么呀 这说不是有两种加持吗 第一种加持啊 他说你看 诸佛有二加持 为令入三昧 第一个加持 下边这句话 就是第一种加持 大家注意听 现身灌顶 我现身在你面前 我给你灌顶 诸菩萨等为 等 诸菩萨等为二持故 即能亲见一切诸佛 等为二持故 即能亲见一切诸佛 观经云 观无量受佛 无量受佛 向好光明 便十方界 这大家都好理解了 无量受佛 向好光明 便十方界 念佛众生 念取 摄取不舍 我顾禅观中 须禅观中 节得见也 他又刚才举了 花燕经作证 举了 愣且 愣且经作证 他又举了我们 净土五经一论的 观经作证 观经怎么说 无量受佛 向好光明 就是无量 就是阿弥陀佛呀 向好光明 便十方界 哪都是他 然后念佛众生 只要是念佛的 念他的众生 这个摄取不舍 不要舍离他 一直念他 不要放弃他 那么 故禅观中 在入 禅观就是三倍当中 在三倍中 节得见也 就能见到阿弥陀佛 就无量受佛 那他就讲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现前见佛 在定中 第一种 现前见佛当中 第一种 叫在定中见 他举了经 所以 给你做证明 让你生起信心 我只要念佛 三倍念到一定程度 我就在定中 我就能见到这个佛 谁说的 华言怎么说的 愣切怎么说的 观经怎么说的 打消你的顾虑 打消你的疑虑 第二一个 就是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现前当见佛的第二种方式 是梦中见 他就解释了 梦中见者 这个书当中不是说吗 现前见佛可以在梦中见 梦中见是什么意思呢 法华 他又举经来说 法华语 就法华经说 若于梦中 见诸如来 做狮子做 围绕说法 在梦中 法华经当中有这种阐述 现前见佛 在梦中见 在梦中见什么佛呢 诸佛如来 很多的如来 很多的佛菩萨 做狮子做 围绕说法 这个现象 这种情况 在法华经当中有阐述 那么他又举了 弥陀下辈闻云 弥陀 下辈往生 下辈往生 这一段 怎么说的呢 此人临终 梦见彼佛 亦得往生 就是临终的人 在快死的时候 还没死 就是现前 在梦中 在梦中见到这个佛 也可以得到往生 弥陀下辈闻云 此人临终 梦见彼佛 亦得往生 所以说 这又给我们提供一个证据 证明 我们在梦中 是可以见到佛的 那么他后边说 这个 就是现前见佛 定中见 或于梦中见 那么 当来见佛 我们下面解释 现前解释完了 当来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当来见佛的 这情况当中 又分成两种 一种呢 为 报忠 因坏 这一期的生命 报 夜报命 夜报身 完了 结束了 一期报继 这个五音 坏掉了 这时候见佛 这时候见佛 他就解释了 报忠见佛者 就是将来 我们林中的时候 报忠见佛者 是怎么回事 解释解释吧 超给你说了 称阳诸佛 功德经允 有一部经叫 称阳诸佛 功德经 在他这个部经里边 是这么说的 若用德文 弥陀明者 若用德文 弥陀明者 如果我们念 阿弥陀佛名号者 这些人 一心信要 念到一心 深信 要就是愿 一心信愿 信要 其人命中 阿弥陀佛 助其人前 助就是行不作为 站在 停在 站立在 站立在这个 念佛的人前面 这是证明了 有说什么 就是 暴忠见佛 怎么个见法 就将来 我们暴忠的时候 见佛 怎么个见佛 若用德文 如果使用 念阿弥陀佛名的 这种方法 这个法门 一心信要 它的程度是 一心 而且深信 妾愿 其人命中 阿弥陀佛 助其人前 站在这个人前面 古音王经云 另外一部经叫 古音王经 它怎么说的 还是讲的 暴忠见佛 你看它怎么说 若有 受持彼佛名号 临命忠实 阿弥陀佛 给予大众 助其人前 令其得见 就是这意思 那暴忠见佛 那么古音王经 说 若有受持彼佛 彼佛就是阿弥陀佛名号 就像我们今天一样 念佛的人 受持这个名号 临命忠实 阿弥陀佛 给予大众 阿弥陀佛和那些圣众们 助其人前 站在这个人的前面 停在这个人的前面 令其得见 让他能看见 其就是念佛的人 令就是使 使这个念佛的人能够得 就是能够的意思 能够见到 那么将来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当来就是将来见佛 将来见佛 第一个将来见 就是报中的时候见 第二个见 花中见 花中见着 不是开花 不是花开见佛 是在花中见着 花中见着 那么怎么说的呢 经上说 观经下品终生文云 观经下品终生 这一段文字当中 怎么说的呢 吹诸天花 天上 天花下来了 花上 皆有化佛菩萨 花上有化佛 化身佛的菩萨 化身佛和菩萨们 迎接此人 吹诸天花 从天上跳 天花 花上都有菩萨 都有佛 迎接这个念佛的人 就花中见 你迎接此人 如一念情 生莲花内 就很短的一念 很短的一点时间 生莲花内 经于六节 经过六节的时间 莲花 乃富 莲花就开开了 富就是开的意思 莲花才开 就开了 这不是说吗 花中见佛吗 给你引经做证明 哪个经上说的呢 观经下品终生文云 但是呢 很多人会觉得 花也没开 我在花中多寂寞 老法师解释了 一点都不寂寞 你看 吹诸天花 花上皆有化佛菩萨 花上全有菩萨 全有佛 很热闹 迎接此人 不是你一个人在花中 如一念情 就一刹杂的时间 生莲花内 在莲花当中 你出生了 然后经于六节 莲花乃富 莲花就开开了 那么观音世智 未说经典 那我在莲花当中 干嘛呢 观音菩萨 世智菩萨 给我说经典 那么 就是我们花中见佛 的生活状态 你不错了 相当不错了 是吧 很满意了 问 下面又提问题了 今有专心念佛 于定梦中 亦不见佛 那么说了 今有专心念佛的人 专心知智念佛 今天存在这种人 专心知智念佛 于定梦中 亦不见佛 但是他在定中和梦中 没见了佛 又有一生念佛 即临终时 亦不生方 也有一生都念佛 到了临终的时候 没生西方 何也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老法师 老法师在他的讲解当中 专门把这个提出来了 这个抄很长 他把这段提出来了 我们前一段学习的时候 我们还有印象 老法师专门把这个 一生念佛不生方 专心念佛在梦中也见不着 在定中也见不着 临终的时候也生不到西方 这是我们念佛人最关心的 为什么呀 我们可不能到了这样一种地步 这种情况的出现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我们在这又学习一遍 我们跟着老法师的讲解 学习一遍 今天我们自己 从头到尾学的时候 我们又去到这儿了 大家要注意了 那么又一生念佛 即临终时 到了临终的时候 我一生念佛 临终的时候也念 也不生方 这个方指的是西方 何也 为什么 答 专心念佛 定梦不见者 你专心念佛 在定中梦中不见佛 这个原因 什么原因呢 他解释了 尤其过去业障重骨 由于你过去的业障太重 所以你在 你在现前 当来必定见佛 现前定中 本来人也可以见 梦中也可以见 但是你呢 由于过去的业障重 现前见佛你见不着 定你也见不着 梦你也见不着 这两种见佛的时间 两种见佛的地点 你都是错过了 佛都不现 你都见不着 什么原因 尤其过去业障重骨 你就知道了 我念佛念得挺定的 我念佛念得不错 专心念佛 这是说的专心念佛 功夫有 见不着佛什么原因 过去业障重 你就自己可以开念自己 你可以自己检验自己了 我念佛挺专心 我就是见不着佛 那没别的 过去业障重骨 原因 骨就是原因 过去业障太重了 这个原因 现在善根利弱 过去业障很重没关系 我现在善根利强 也行了 我能克服过去的业障 过去业障重 现在善根利弱 所以你就是专心念佛 定也见不着 梦也见不着 梦中也见不着 定中也见不着 这是这个原因 这是自身的原因 过去业障重 现在善根利弱 那么还有一个在佛那边的问题 这是我们身上存在 见不着佛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内意 见不着佛 这个不能怨别人 还有呢 佛有二加倍 加批 佛对我们有两种加持 加批 佛有二加批 哪两种加持 哪两种加批 一者 无障则显家 如果你没有障碍 则明显的加持 令其亲见 让你亲自看到佛 险加 两种加持 险加 二者 仗重 则明加 你的障碍太重 业障太重 明就是不显 显跟明 是两种方式 险加就让你看到 明加就明明之中 对你加持 按令得意 在暗中 令就是使 暗中使你得到利益 你这时候 我这个自己的原因 是业章重 善根利弱 我见不着 那佛呢 也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 你要仗轻 无障 它就让你见到 你要有障碍 它就让你见不到 见不到并不是不加持 明明之中加持 暗中加持 让你得到利益 所以你也见不着 所以我们今天认真念佛 专心念佛 见不到佛 在定中见不到佛 梦中见不到佛 四种情况 一个是两种情况 这四种情况 一种是过去我们业章重 第二种是我们现在 善根利弱 第三种是佛对你有险加和明加 有险跟隐的加持 如果他隐加 你就是见不到 但是他并不是不加持 还有一个 他对你弦也不加持 明也不加持 那就是因为你自己业章重 善根利弱 他加持不上 这意思 故 他就接着说 故普贤云 有诸众生 心中发明普贤行者 有这样的很多的众生 心中发明普贤行者 心中发出来 也明白 也有这种愿望 普贤行者 那么我 我识分身 如果有这些众生 他的心中 有普贤行 他的心是普贤心 他的行是普贤行 心中发明普贤行者 心中有这种愿望 要行普贤行 普贤十大愿望 他受持普贤十大愿望 心中有这种愿望 有这种受持 身口意 跟普贤十愿 结合 没有妨碍 那怎么办呢 普贤菩萨怎么办呢 故普贤云 普贤说什么呀 有诸众生 心中发明普贤行者 从心中发出 这个行普贤行的愿望 身体力行 行普贤行 我十分身 我这个时候 就分身了 只要你愿意行普贤行 你心里头认同 普贤十大愿望 你按照普贤十大愿望去做 我十分身 我当下就分身 十就是马上 我十分身 我立刻分身 截至其处 我全都到你的当地 截至 至就是到 全 只要有一个是一个 我全部就到你的身边 我到你所在地 截至其处 其就是这个心中发明普贤行的这些人 那么我马上就分身到你那个地方 纵 尽管 纵笔 杖身 未得见我 尽管笔 就是那些众生 念我的这些众生 心中发明普贤行的这些众生 尽管他的杖身 未得见我 他没有能力见到我 见不到我 我与其人 我与其人暗中摸顶 永护令旧 我与其人 与就是对 我对这个人 干嘛呢 暗中摸顶 你不知道我在摸你的顶 听起来很亲切 我与其人暗中摸顶 永护令旧 拥护他 保护他 护就是护持 拥护令旧 使他能够成就 所以 他就回答 有些众生说 我这是念佛挺认真 但是我就是见不到佛 他就分析这种 念佛很专心 念佛时间很长 而且是一生念佛 那么 我现在活着呢 现前见不到佛 什么原因 我们整理一下 第一个 过去业障重 现在善根利弱 第二个 从佛那边来讲 他有明显的加持 跟有暗中的加持 你可能正好撞上这个佛 对你在暗中加持 所以你也见不着 对吧 那么 所以我们就产生怀疑 念佛真能见佛吗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你说的这么绝对 那我怎么见不到呢 那这些人会提这些问题 所以他就打消这些问题 打消这些顾虑 那么因为他这个经常说的是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我没见到 而且是一生 而且念得很专一 我见不到佛 那肯定很多人会对这个经文 会产生这样一种疑问 真的吗 我怎么见不到啊 他就解释了 他不仅解释 而且呢 他还引经做证明 你看普贤是怎么说的 普贤是怎么说的 那么 所以让我们不要怀疑 去对这个大士智菩萨念佛 原同章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这个结论不要怀疑 那么 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现前见不到佛 我们给你回答了 刚才那几种情况给你分析了 那么第二个问题 刚才我们已经提出来了 又有 也有这样一种人 一生念佛 临命 即临终时 一步生方 一生念佛 临终也在念佛 但是他没有生西方 当来见佛 该见佛了没见着 你不是说吗 现前当来吗 我临终 就是我们将来啊 将来我临终的时候 我见不到佛 那又违反你大师智 菩萨念佛 原同章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当来没见着啊 那么就说 一生念佛 不生方者 一生念佛 没有生到西方 四种原因 这个老法师专门提出来讲 我们今天还很熟悉 我们的印象还很深 念佛 为什么呀 一生念佛 不生方者 念佛 不经成故 经就是不经 不经 就是夹杂 成就是不老 老是老法师说的 念佛不经成故 一会儿学这个法门 一会儿学那个法门 不老是 经才老是 不经夹杂就不老是 念佛不经成故 这是一生念佛 不生方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生疑不笃信故 因为你怀疑西方 怀疑自己能去 怀疑弥陀到时候来接我 怀疑自己 怀疑他 怀疑事 怀疑理 怀疑因 怀疑果 怀疑阿弥陀佛来接 怀疑西方极乐世界 真正存在 对自己的能力 二立法门 又产生怀疑 我念佛真能去吗 生疑不笃信故 笃信就忠实了一次 老老实实的意思 一心一意的意思 信的不实 信的不忠 信的不深 你也去不了西方 一生念佛 不生方者的第二个原因 生疑不笃信故 是因为你生疑了 没有相信 第三个 无有往生怨故 根本就没有往生西方的愿望 那一生虽然在念佛 你也生不到西方 一生没有往生西方的愿望 我也知道有西方 我也信有西方 但是我没有要去的意思 学佛挺好 我也喜欢佛 我也愿意听经 我也愿意闻法 你想去西方 没有这个想法 没有愿望 没有想去西方 见佛的愿望 而是太可惜了 也信 也经 也老是念佛 又经又成 又深信 但是没有去的意思 美国有没有 有信吗 信 愿意去吗 不愿意去 那就完了 美国你就去不了 无有往生怨 第四 一生念佛 不生方者 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呢 不能断贪爱不 贪爱心没断 贪爱 贪和爱是一回事 对感情上 对妻子的男女之爱不能断 对孩子的爱不能断 贪心没断 不能生西方 你看这个 这四种原因不能生方 老法是说 这四种原因 有一个都去不了 如果我们四个都具备 那这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今天 用这四条标准来衡量自己 我们念佛经成吗 经就是不夹杂 除了念佛什么都不干 成就是老实 实实在在 至成恳切 恳切至成 英光大师说 念佛想要涉住心 要真谓生死 恳切至成 经成就讲的是恳切 真成 第二 生仪不笃信骨 对西方怀疑 对自己怀疑 对阿弥陀佛怀疑 对能去西方怀疑 怀疑西方极乐世界 怀疑阿弥陀佛 怀疑自己的能力 怀疑念佛法门 你有任何一个疑 英光大师说 因疑成长 因为这个疑就形成障碍 第三 无有往生怨恶 不知娑婆苦 不知西方乐 没有离开娑婆的愿望 没有投奔西方的这种愿望 没有一种提起西方就欣欣向荣 雀跃不已 欲罢不能 我非得去 我不去我就不行 我吃不下 我睡不着 没有这种愿望 没有这种颇切的愿望 怯愿哪 诸位同学 可不是一般的 我愿意去 泛泛然悠悠然 我当然愿意去了 什么时候走啊 现在能走吗 诉求往生 无有往生怨 没这个愿望 你怎么看出他没这个愿望 穿点什么 吃点什么 张家长 李家短 一会儿什么中日关系了 一会儿什么雾霾了 一会儿是这个什么食品有毒了 一会儿又是什么 出什么电视剧了 一会儿哪个邻居家 那孩子怎么着了 家长李短 无有往生的愿望 就没有这个往生的愿望 你要真有这愿望 你怎么会关心这些事情 你怎么会拿时间干这些事情 对吧 就我们现在着急要上厕所 我还听 我还管你什么 东家长西家短 我顾得上吗 我现在最着急的是 我想去厕所 我要解决这个困难 婆怯 怯怨 婆怯 我特别想去 能三点钟去 我就不三点零五分 能现在走就别明天 能上午咱就别晚上 王胜月 第四 不能断贪爱 对这个世界有留恋 舍不得 舍不得 给两句好话 高兴了 见一件漂亮衣服 喜欢了 好吃的特高兴 一堵车 烦了 生气了 因为贪不成 所以就称 所以我们 不能断贪爱 我贪爱没有 但是我称恨心有 你为什么会有称恨 称恨怎么产生的 贪不成才称 所以称跟贪是一不是二 有称就是有贪 你要没有贪你怎么会生气 那因为我有我有我就有我所 有我和我所顺者则贪 逆者则称 顺了我和我所我就起了贪爱心 逆了我和我所 我所什么 我所有的公司 我所有的孩子 我所有的家 只要顺了 太爱心起来 只要逆了 嗔恨心起来 所以这地方就讲了 这个老法师千叮明万嘱咐 嘱咐我们 不一生念佛 不生方者 太可惜了 就是这四个原因 很坚决 一点 一点 这个模糊都没有 一点含糊都没有 就这四个原因 这四个原因你去掉了 你一定生方 要不然慈云惯 你会不会这么说 他要有五个不能 有五个原因 他绝不会写四个 有三个他也绝不会写四个 就这四个 没信 没愿 不经 不成 然后贪爱心不断 贪爱心不断 问 有人提问了 他带我们发问 现前善根浅薄 刻意增修 现在我的善根浅 善根薄 我可以增加修行 精进 努力 补上 我笨鸟先飞吗 是吧 我善根薄没关系 我现在开始增加 我增加时间 增加修行的这个力度 过去业障深重 我过去业障很深重 云和得知 我怎么知道我过去业障重 我怎么知道我过去 到底业障重还是不重 您教给我一个方法 让我鉴别一下 让我也明白明白 我过去的业障 到底处在一种 什么样的状态 云和得知 我怎么知道呢 我知道了 而为对知 我才能对知 我过去业障 深重这个问题 所以云和得知 而为对知 我怎么知道 我过去业障重 而来治理它 来克服它这个毛病呢 答 此阴观景 带我们答 有二简别 有两种分别 有两种情况 需要区别对待 一者 三昧中 若有善根发相 在念佛三昧状态当中 如果有善根 锐相 好的现象 发相了 出现了 则知 过去种植善因 则知 那你就要知道了 过去 你种植过善因 你在今天念佛三昧中 有善根显发出来了 善相 锐相显发出来 何为善发 什么叫念佛当中 出现的善呢 什么叫善根发相呢 有四种善根发相 念佛的时候 出现四种善相 一般来讲 有四种 略开四种 简单的说 其实很多了 笼统的说 总结的说 提纲协领的说 叫略 略开四种 一 善根 念佛在三昧当中 有善根发相 出现了 善相出现了 第一个呢 有四种 第一种呢 念化佛 我们在念化佛的时候 念化佛善根发相 我们在念三十二相佛 八十岁 最新好的佛 念化佛 善根发相者 是怎么个情况啊 我们在念三十二相佛的时候 三十二相好 这个佛的时候 出现什么样的善根呢 善根发相呢 于念佛三昧中 处在念佛三昧当中 忽然一佛修六度万恨 忽然想起佛修六度 修各种各样的行门 修行 各种各样的修行 六度万恨 成三十二相 成就了自己的三十二相 身有好光 心有智慧 说法立生 降伏魔怨 这些想象全出来了 想到个身有好光啊 心有智慧啊 想到佛 佛呢 说法立生 降伏魔怨 八相成道 那么来到我们这儿 做事念时 做这种想法的时候 在念佛的时候 想到这些事情 做事念时 在创作 在制作这些念头的时候呢 生敬爱心 敬跟爱是两种情绪 有敬不一定有爱 有爱不一定有敬 你看我们有些时候对父母 孩子对父母爱 恭敬吗 不恭敬 色难 孔子说 对爸爸妈妈随便 但是他真爱 真有感情 但是真没恭敬 那我们对老师 一般就容易恭敬 但是你说爱吗 那跟爸爸妈妈不是一样 这儿生敬爱心 又敬又爱 爱就是感情 敬就是理智 他比我强 他是引路人 他带离我出苦海 我要尊重他 我对他要严肃 我对他要恭敬 我对他要至诚恳切 我要拿人家当回事 这就是敬 爱呢 有感情啊 见他掉眼泪啊 舍不得他呀 跟他相依为命啊 跟他很亲啊 做试念时生敬爱心 开发三昧 增进佛心 三昧显发出来了 增进 佛就觉悟嘛 觉悟的行为就念佛嘛 增进了 带劲 精进 努力 浑身使劲 祸于定中 祸 也有的 也有的 在病中 见佛身相 心静 心结 见到佛的身的相状 心静 心里都没有咋念了 没有恶念 没有善也 没有恶 敬念 心静 心结 信佛 并且理解 明白 心结 这是在病中 祸于梦中 我们就讲是念化身佛的善根法相 那么祸于梦中 闻佛说法 在梦中听到佛在讲法 觉悟佛心 你这个心 觉悟了 明白佛是什么心了 觉悟佛心 我是众生的烦恼心 我在梦中 闻佛说法 我明白了 佛的 觉悟的心 是什么样子 这是 在念佛的时候 善根法相的 第一个善根法相 念化身佛 善根法相 是这样一种情况 第二 念报佛 成都深了 刚才我们不是说吗 在事儿念佛上 中有次第 先念化身佛 念化身佛的时候 这个善根法相 有这种情况 那么我在事念佛 第二个阶段 次第嘛 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念报身佛的时候 有没有善根法相 这种情况 有 什么样子呢 他说了 念报佛 念报佛 二念报佛 善根法相者 于念佛时 在念佛的时候 忽然 突然的 一佛圆满果报之身 一佛就是 记起了 想起了 回忆起了 意就是想 想起佛圆满果报之身 结识 为什么会有这种果报之身呢 佛的果报身 为什么会这么圆满呢 我们在上一讲也提了 那是因为修音得到这果报身 结识 无漏功德成就 历劫很长时间 这无漏的功德修行 所成就的 不是天上第二仙丙 不是白来的 结识 无漏功德成就 什么样啊 这圆满果报之身 相好 身有无量色 色有无量像 像有无量好 光明 像好 形状好 像貌好 像状好 光明吗 有光明 一一都无量 像无量 像的好无量 光无量 明无量 这都是无量 神通智慧 充满法界 智慧 变满法界 是我们的报身佛 神通变满法界 是我们的泄脱 我们法身 我们称佛有三德 一个叫法身德 法身 法界身 法身佛 变法界 我们的报身 就是我们的智慧 报身 就是我们的智慧 报身佛 变法界 你看 神通智慧 充满法界 那么神通 就是泄脱 自在 所以 泄脱身 变法界 法身 是体 是我们的心体 体变法界 报身 是我们的相 相变法界 我们那时候 我们成了佛以后 我们的什么样的相状 我们这个 胡晓琳 现在没成佛 就这么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的相状 是这样的 那我成了佛 我身体的相状 法界多大 你的相就多大 你的相的范围 就多大 太不可想象了 法界无边 相就无边 我现在这个身体 就这么大 我成了佛 我的体什么样 法界有多大 你的体就多大 法界有多大 你的相状就有多大 法界有多大 你的作用的范围 就有多大 体大 相大 用大 大到什么程度 跟法界一样大 法界一相 跟法界一相 神通智慧 这两个 讲的是两身 神通 讲的是泄脱身 智慧 讲的是 报身 般若身 佛有三身 法身 般若身 泄脱身 充满法界 这就不得了了 那就是见到真佛了 只有法身菩萨 才能有这种境界 这种报身 佛加持法身菩萨 原叫出入 别叫出地以上 这位菩萨 就见到这种情况了 相续 占然 相续不断 我们现在也相续 我们靠什么相续 我们靠我们的业力相续 占然 占然表示一种状态 宁静的状态 然呢 是放在占后 给表示这种状态 占是形容词 不生不灭 寂静 一切烦恼都熄灭掉 叫占 没有起心动念 那叫占然 进未来计 那什么时候啊 这种状态 进未来计 一直走到未来 不会结束 做试念意 做试念 想到这个时候 初恋这种念头的时候 慧解分明 你看我们前面叫做信解 我们的解 在念化身佛的时候 是靠信力 不是靠我们的慧力 不是靠我们智慧的力量 是靠我们信佛的力量 这个程度低 信解分明 那么这个时候 慧解分明 那知其然 知其所以然 有智慧了 知道佛是怎么回事 理上明白了 慧 慧解分明 定必安稳 他这个定非常安稳 善念相许 善念 慧心论也这样说 善念相许 随顺善品 无层间断 那么这个时候 全是善念 全是善心 善心 那么 或于定中 有些人在定当中 闻说 听到什么呢 闻说 听说了 不思以佛法境界 即便 一听 在定中 一听说了 不思以佛法境界 这些情况之后 即便出生 无量智慧法门 自己就会出现 无量的智慧法门 法门自己就生出来了 或于梦中 念报身佛 他在梦中 见八万四千 诸妙相好 八万四千 诸妙相好 跟我们念化身佛不一样 八万四千 八万四千是形容词 就多的 没法再数了 八万四千 诸妙相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在定中 闻说不思以佛法境界的时候 我们得到的果报是什么 出现了什么现象 无量智慧法门 全部生出 全部我们掌握了 全部都变成我们的了 亲自有了 那么在梦中 见到了八万四千 四千相好 就是事儿嘛 在定中 见到了礼 在梦中 见到了事 这个事就是八万四千 诸妙相好 即便出生 这个见到这种 诸妙相好以后 得到一种什么果报 即便出生 无量愿行功德 要真干了 所以在定中 看破了 无量智慧法门 在梦中 放下了 真干了 愿行功德 要践行 要真干 要实践 这是在梦中 得到的果报 在定中 明白了道理 在梦中 愿意实践 愿行功德 什么愿行 无量行愿 那简单的说 就四弘是愿 众生无边是愿度 烦恼无尽是愿断 法门无边是愿学 佛道无上是愿成 简单的说是四 展开了说无量无边 即便出生 无量愿行功德 就想 就是要真干 有这种愿望 三 念法佛 三念法佛 刚才我们说了 事次第念佛 第一念化佛 第二念报佛 第三念法佛 念法佛 善根发向着 念法佛的时候 法身佛的时候 我们善根有发向的 这种情况出现 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于三昧时 在念佛 处在三昧状态的时候 忽然 一佛真实性身 我们再看 念报佛的时候 念报佛的时候 于念佛时 忽然一佛圆满果报之身 皆是无漏功德成就 在这个时候 忽然一佛真实性身 佛的真实性 性身 这是什么身 法身 什么性 圆满成就一切 圆成实性 圆满成就一切法之实性 这是见到这个性了 你看我们说 一个事物的产生 有三种性 一个叫遍及所知性 以他起性 圆成实性 你在这个时候 就见到了成就佛身的 这个性 这个性 那就是原材料吧 见到真实的材料了 那么这个 这个真实性身 这个身是哪个 是什么东西打造出来的 真实性 不是虚妄的 不是虚 不是假 是这种材料创造的 这种材料叫 圆成实性 这简单的说 圆满成就一切法 圆成实性 圆满成就一切法 无可坏顾 这个性 那是什么 就是真如 真如是不是圆满成就一切法 而且自己不会坏 对的 这个时候 你就见到这个东西 做的佛身 所以说法性身 真如身 都可以 你恭喜你 你终于见到真正做佛的材料了 你见到佛的真身了 剩下我们见到化身 报身 那都是虚妄的 那是无漏种子的幻用 你还加个幻 但是它是无漏的 尽管它是无漏 并不妨碍 它是幻用 不真的 不真不实的 那这个时候 你念法身佛的时候 你就见到真实性身了 就不是报身 也不是化身 你见到真实性身 换句话说 你刚开始见到的是什么 是波 后来你见到的是水 这都不是诗性 最后你见到了诗性 这是水的本质 这是水的真实东西 水是用这个东西做出来的 是诗做出来的 那我们今天见不到 你在见法身佛 我举个例子 就是见到了水的诗性 我们哪个谁能见到 我能见到水的容像 我能碰到水的利用 作用 我这我都能感受得到 我的六个器官都能接触到 眼耳鼻舌身意 但是你说佛 你就是水的诗性 我怎么就也见不到 念法身佛 善根发向着 你就见到了这个真实性 所以圆满 圆成实性 见到了 那么圆成实性什么样 清静无相 幽如虚空 就像虚空一样 唯是第一异地 第一异地 只是第一异地 没有诗地了 就真地了 进入到真如门了 从生面门进入到真如门 从俗地进入到真地 真地叫第一地 为什么叫第一 没有比他更究竟的 你说我们现在 我们刚才说了 遍积所知性 依他起性 圆成实性 圆成实性是最究竟的 第一的 在形成事物的这三个性当中 最真实的性就是圆成实性 你见到圆成实性 你就见到第一性 第一表示他最棒 最好 在所有的性当中 有第一 第一只有一个 再往下有第二第三 所以你见到根了 见到真了 见到理了 见到圆成实性 圆满成就一切法治实性 第一 义呢 道理 之所以万法产生的最低的理 万法产生的道理 到底是什么 你可以用遍积所知性来解释 你可以用遗他起性来解释 都不究竟 万法产生的道理 最究竟 最彻底 最真实的 这道理 这道理是什么 圆成实性 第一义 没有比他更究竟 没有比他更真实 没有比他更实在的 所以任何一法都是由这个东西产生的 那么我们看到很多事物 我们现在在六道当中看到很多事物 这个事物是怎么产生的 于无物中妄即为有 本来没这个东西 我们是妄认 我们错误地认为它存在 所以我们在佛教字典当中解释 遍积所知性 依他起性和圆成实性的时候 它分成这三个性 他举了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 有麻 这麻做成了绳 这个绳被灯光一照 形成了影子落在墙上 这个墙上的影子特像一条蛇 我们说这个是蛇 这错到架了 连麻都没看出来 就不说了 绳都没看出来 把这个蛇 这个绳的影子 看成了一个真实存在的蛇 这这个蛇就是遍积所知 于无物中妄即为有 根本就没这个蛇 你把它当成了蛇 没有这个蛇 你认为它有蛇 于无物中 在没有这个东西当中 在于无物中妄即为有 你错误地认为它存在 这叫遍积所知性 我们今天生活在六道 我们所看到的所有事物 都是凭着遍积所知性来产生的 在无物当中 我们认为它有 有生有死 有城珠坏空 有春夏秋冬 有山河大地 这都根本不存在的 你就非认为它有 这就是遍积所知性 那这是 这是迷惑颠倒到了极致了 最迷惑颠倒 再好一点 这个墙上的这个绳子 这个蛇是真没有 它是这个绳子的投影到墙上 我给看成蛇了 觉悟了 我见到绳子了 比那个蛇觉悟了 迷惑的程度减轻了 这叫什么性 依它其性 这个绳子可不是独立的 不是说它自己就存在的 它是靠马产生的 依靠马来产生的 所以绳子 其实是依靠别人产生 自己当体也是空的 自己没有自信 是依靠别人 但是它比那个蛇真实多了 正确多了 但是还没有正确到第一意义 没有接触到第一个最究竟的道理 那么圆成实性呢 就是看到了麻 哦 这个绳子实际上它也不存在 它是麻做的 我找到了麻 找到了麻 就在此地上说的 找到了第一意 为什么叫第一 三种性当中它第一 意就是理 那我们看到了 蛇是怎么产生的 也是这麻产生的 绳子怎么产生的 也是这麻产生的 那你说这个麻 是不是最真实性啊 最真实性 所有的法都是这个 所有你看到的蛇 你看到的绳子 都是这麻产生的 这是真实性 那么你在念法佛的时候 你就见到了万法的真实性 那那个法怎么产生的呀 见到了真如了 见到了原成实性的真如 圆满成就一切法之真如 是真如在圆满成就一切法 不是你的思想 不是你的这个意识心 真正的这些法的产生 是因为这个真如 这个真如我们给的一个定语 叫圆满成就一切法之真如 这叫第一意识 第一意我们用我们的六根接触不到 真如怎么样呢 真如 无有失地境界 失地境界就是我们说的俗地 就是一件一件的事没有 它没像 没有失地境界 离生灭 离生离灭 没有生灭 离开生灭现象 无作无为 没有造作 没有其心动念 非来非去 不增不减 这都在形容第一意地 这都在形容真如的状态 它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做事念事 做到想到这样一种情况 起到这样一种念头 想到这个时候 善心开发 善心出来了 入定安乐 你看刚才那个定是很安稳 入定安乐 在定中找到了乐 定中的稳 提升到定中的乐 通达无量法门 刚才我们说 在定中 即便出生无量智慧法门 那这叫什么呢 通达无量法门 全通达 那么通达无量法门 你现在法门存在我都明白 不是我自己出生的智慧法门 有出生多少我明白多少 不是这样 这状态可不一样 我出生十个 我明白我这十个智慧法门 我这是通达无量法门 所有现存的法门 甭管是谁的 我全都明白 这是什么 根本质 通达无量法门 献起无边佛境 从事上 从理上我都明白了 从事上献起无边佛境 佛它能献境界 佛度化众生 你看我们在启信当中 说这个 当你正得法身之后 当你圆满觉悟之后 你会起步私一夜用 献如来等色生 随比众生成就无量利益 根据众生的根性 帮助众生成就无量利益 这就是献起无边佛境 这佛境献出来 不是佛自己想献的 不是我跟着吃饱了 没事我逗闷了 我一会儿献个山 我一会儿献个水 不是 随比众生根性 根据众生的根性 根据众生得度的机会 我可以献如来等 如来等 等实身 如来身 菩提身 什么福德 得身 现如来等色 身 随比根起成就无量利益 现起无边佛境 佛就是干这个 成了佛他干什么去 他没有自己了 他就是看着众生的 得度的机会到了 众生有感我就应 随众生根成就无量利益 你是什么根性 我就根据你的根性 帮助成就 适合你这个根性的利益 这就是这里边讲的 现起无边佛境 这个就是事啊 佛也得干事啊 佛不是不干事啊 就停在长济光土 不是垂行九界 在九界当中都实现 游戏地狱垂行九界 这是佛在经教上说的 成了佛以后忙极了 现起无边佛境 帮助众生成就利益 那么这是什么呢 就讲了这个念佛 念法身佛的时候 他出现的情况 或于定中 有些是在定中的 见佛以微妙法身 聚诸相好 见到佛 微妙法身 具诸相好 具备各种各样的相好 即便觉悟 你马上就觉悟了 见到观佛法身 你看启信论说 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与比世界 观佛法身 见词修行 得入正位 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就跟 就跟这个地方 念法身佛的感觉是一样的 境界状态是一样的 我们得到的这个受用是一样的 那么 见佛以微妙法身 这不就聚识论说了吗 与比世界观佛法身 在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就观到佛的法身 与比世界观佛法身 见次修行 成就 见次修行 得入正位 那么这是说 你看 见佛以微妙法身 见到佛了 具诸相好 即便觉悟 见次修行 觉悟了 远离常无常 常和无常都是假的 哪有什么常啊 哪有什么无常 无常和常都是 常是境法 无常是染法 一切染法 境法 皆相待立 既然相互依存的存在 就没有它 就是虚的 离常无常 离常 我们说佛无念 众生有念 其实有念无念全都没像 佛也没有像 有像 你不是这个禅宗吗 来佛 见佛斩佛 见魔斩魔 你来佛都得给你杀了 我真容里边没有 一法不立 没有佛 佛都没有 哪有什么常和无常 而现常无常 离 远离常无常 不执着常向 也不执着无常向 但是 根据众生的根性 我可以现常 我可以现成无常 我八向成道 来到这个无常的世界 我就现是无常神 那么法神菩萨 我就现报神 是有常 是常的 常和不常 不在我 在众生接受的根 随众生根 视线成就无量意 根据众生的根性 你是法神菩萨这个根性 我就给你现常 你是六道众生 我就给你现无常 所以叫善事 你看佛有十个称号 死了 走了 你看他这不多无常 善事 这就是实现无常 他实现无常 实现有常 不为自己 完全是根据众生的 接受的根气 远离常无常 而现常无常 多这种境界 真让人羡慕 让人向往 微时云 他讲 微时论就说了 法神 无法为性 非净法界 独明法神 法神 又无法 作为他的本性 那么并不是说 净法界才叫法神 只有净法界才叫法神 不是的 无法 非净法 非净法界 独明法神 并不是我们 通常我们人理解 那法神得多干净啊 那只有 法神一定是净的 净法神才是法神 不是无法神 无法为性 这无法都是法神 那么非净法界 独明法神 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 净法界 才是法神 不是的 如是悟是 这样悟的时候 你看 我们在起信当中说 无法为性 我给大家解释 比如说 我正得法神之后 一切世间境界之相 结在法神中现 你看 他说 一切世间境界之相 结于中现 结于法神中现 那一切境界 一切世间境界之相 全在法神中现 那世间的境界之相 可有贪身之脉 可有杀到淫妄 也有那个孝亲尊师 也有那个助人为乐 也有这个念佛 也有坐禅 一切世间境界之相 你可不能保证 说这境界之相全是善的 全是干净的 不是 法神他都现 他不拒绝 法界身份任何一法都是我佛 燃法也是我佛 净法也是我佛 所以 以无法为性 我从《起义论》当中我看到 一切燃法 虽然我能现一切燃法净法 但是一切燃法不能燃 一切静法不能静 你想你静法 想把我法身给燃静了 你也别想 你燃法想把我法身燃了 燃成燃的 你也别想 能现就和静子似的 我照难看的 我静子就难看了 我照好看的 我静子就好看了 我可以给你照出来 好看 我也给你照出来难看 我绝对负责 你只要来了 你好看 我就给你照好看 我一点偏差没有 你难看 我也对不起 我也给你照成难看 我也不会说 把你这难看的变成好看 但是 好看难看 言吃自比 与我无干 好看难看是您的事 我静子不受影响 静子就是法身 静子就是法身 他不会说 你照了好看就好看 照了难看 这就是绝 这就是既然 湛然 他弹照前境 不随静传 那这就是法身 远离常无常 而现常无常 那么 非静法界 独明法身 如是物是 像这样一种时候 你悟到了 在这个时候 你这样悟的时候 开发实质 实质什么意思 根本质 后德质 全都开发出来了 三昧献 三昧献 这个书上叫三十献献 我们查出来了 这是写错了 三十献献 不是三十 三昧献 那么这是在定中间 或于梦中 见佛 在梦中怎么见 念法身佛的时候 我的善根发向 在梦中 我见到什么样的佛呢 见佛 以诸法如意 而为其身 即便觉悟 以真如为佛 无尽不是佛 在梦中 你见佛的时候 见佛 以诸法如意 而为其身 什么意思 所有的法 都是佛 而且所有的法 如意 不是被义 而是称性的法 叫功德法 诸法如意 所有你看到 佛的法身 他这个法 可跟我们今天 在这个六道当中 看到的法不一样 我们看到的法 都是背诀和尘 都是违背信德的法 他那个法 如意 是称性的 见佛 以诸法如意 而为其身 那么 看到佛 用所有称性的功德法 而为身 叫法身 佛也有法身 也有身 他是什么身 法身 他的法 跟我们的法 是什么样 我们叫五法 五蕴法 烦恼法 称这个身 人家那个身 是什么称 称性功德法 如意法 合理的法 称性的法 而为其身 做成了自己的身体 我们称佛 我们也是这个功德法 无量无边的功德法 来成就我们的身 我今天没成佛的时候 我什么样 我知道 我就是这样 1955年生 一米八六的个 姓胡 很具体 很实在 我成佛以后 我的身是什么样 你也得给我们讲讲 因为你跟我说说 我好 我愿意 我有身的概念 我成佛 你老跟我说 没身了 我就不愿意成了 我舍不得我这个身 我希望还有我 有您 没问题 什么身 法身 什么法 如意法 称性的功德法 这个法什么样 无相 法界平等 对吧 这个不生不灭 没有彼此差别 你那么多法 互相之间 有没有差别呢 你看我们世间的法 贪和称是两法 吃和慢是两法 染和净是两法 那我要是变成了法身 我的功德法 互相之间 有没有差别 没差别 一真一味 一个一真法界 一个无露味 母有彼此差别色相 可见 这是我们今天有差别色相 你看我们有色身 我们有色受想形式 这五大差别 很明显啊 受不是想 想不是行 行不是识 色不是心 心不是色 我们成了法身 没有彼此差别色相 他们平等了 为师一心 这叫什么呀 这个东西 给它起个名字吧 真如 这个材料是真如 对 这个法给它叫个名字 叫真如 有几个呀 无量无边 什么样子 没样子 没你所想象的样子 你只要想它就不是那个样子 一切众生望分别心 所不能处 你碰不到它 你再望心 故立为空 真空 所以叫它空 那么 这 他就说了 所以说 那么 那么 在梦中 见佛 以诸法如意 而为其身 这个法可不得了 那么 即便觉悟 马上就见 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跟这种状态是一样 观佛法身 见词修行 得入正位 我们就入了正位 入了正位 就是觉悟了 以真如为佛 无尽不是佛 你看 什么是佛 真如是佛 那么无尽不是佛 那没有一个情况不是佛 那我们成了佛以后 我们看大便也是佛 我们看小便也是佛 无尽不是佛 佛也观一切都是佛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 英光大师在文超当中说 虽然我们生活在 慧土 我们叫做凡圣同居土 叫娑婆世界 在佛眼里头 它就是长极光土 它不仅仅是西方极乐世界 在佛眼里是长极光土 就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五着恶事 在它那里头 也是长极光土 无尽不是佛 没有任何一个环境 不是佛的境界 就这意思 说长极光土 便一切处 翻译成 便一切处 凡文叫什么 披卢舍大 便一切处 就这意思 所以无尽不是佛 就是便一切处 你就成了 披卢舍大了 就这意思 以真如为佛 无尽不是佛 那就是长极光土 时报庄严土 便一切处 一佛成佛时 法界为一佛之一正 一个人成佛了 整个法界是你的一报 整个法界是你的正报 换句话说 当你成佛的时候 整个法界就是你 没有别人 那两尊佛都成佛 那这个法界应该属于两尊佛 是的 二不二不二 那这两尊佛 彼此之间有差别 没差别 没有彼此差别 色相可见 法界一相 那这叫一相三昧 或者叫一行三昧 从果上来讲叫一相 正德这一相 从行上来一行 哪个行 念佛这一行 所以 你观法身佛的时候 就出现这种行 善真发相 以真如为佛 无尽不是佛 他下面引了大品经 大品云 大品经又开始说了 他引经作证 那么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先停在此地 我们下次呢 再从这继续往下介绍 抄的这部分 我们下次再跟大家一起 争取再用几次把它讲完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